今天有關秦皇賭港60億元銅禎礦離奇失蹤的話題登上了熱手榜 據報有13家貨主總價值接近60億元人民幣的銅禎礦 竟然在沒有放貨指令下被第三方運走了 大陸媒體《第一財經》14日報導 13家公司採購了多批銅禎礦運到秦皇賭港 委託中國秦皇賭外倫代理有限公司或秦皇賭外代物流有限公司 做曝關貨物倉存、貨權保管等相關工作 這兩家貨代公司為母子公司關係 據報事件的第三方指向寧邦和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湖魯島瑞星商貿有限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樓宇 這13家公司中除一家民企外 另外12家公司分別是來自北京、陝西等省 涉及中共中央、省、市、屬等國有企業 報導引述多名貨主的說話表示 13家貨主知道存放在秦皇島港口的同徵礦大部分遺失 是在8月1日前後涉及貨物數量接近30萬噸 總價值就接近60億元人民幣 事件爆發後這13家貨主向當地警方報案 目前以合同詐騙罪立案受理 目前被運走的貨物最終賣給誰 資金流向哪一道 能否追回貨物等問題 讓貨主們都感到焦慮